SafeX 香港动漫720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香港动画及视觉大学院的院长马sir 大家都应该有看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会讲一个新的题目 是什么呢? 就是讲办公室政治之马sir vs hkdi 恩怨情仇 大家都知道我背景 我自己是香港一个动画师 之后去了做动画讲师 在大专的体系里 苦苦求生了十几年 受尽折磨 到现在自己创效的时候 就希望想改变一个我认为 合理点人性化点的制度 好 接下来一连串几集 都会做一点自己的历史重温 或者讲自己的黑历史 看看一些program 今天的主角 将会围绕着 当时观塘Ivy 一个前高级讲师 跟我的有什么瓜葛呢? 今天就会 讲几个事例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 勾心斗角 一些你如我诈 一些互相陷害的故事 好 当时的观塘Ivy 那个课程名叫做Film & TV 现在HDI 多了Photo这个元素 就讲回 当时有什么事发生 我一直讲的时候 一直开出一些文章 提醒一下我自己 当时我们在观塘Ivy 教书的时候 就知道 跟RTHK 香港电台电视部 就签了一些合作计划书 是一些合作计划书 这个合作就是 原意就是想 RTHK 有些导演 就会来学校 教一些学生做事 学生也会帮忙 完成一些制作 希望达到一个 双赢的局面 所以在观塘Ivy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就会出现了 那 当时 还是2006年 11月的时候 我就负责 参与其中一些 program 你看到有个名字 有一个叫做 十封信 当时我要做的 就是3D animation 的一个片头 就说回前因 为什么会无端端由我跟 其实呢 在观塘Ivy 就会有一个 Senior Lecturer 一个高级讲师 大学生的FIP Final Year Project 就跟这个Project RTHK的十封信 做一个片头 这个高级讲师 跟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结果是没有 事情做过出来 学生投诉不知道做什么 一塌糊涂 我去到观塘Ivy 当时我的角色 就只是一个TA 一个座教 当时的座教和现在很不同 当时我们的助教只是 人工是助教的人工 但是做就要做了 Lecturer要做的东西 或者Senior Lecturer要做的东西 我们都要负责跟 那时候 很记得我在观塘Ivy 教书的时候 那时候教书在那几间Project Room 其实都会是 有很多不同的 RTHK的 client 导演 或者很多外人来参观 Tick check 转的 我们就像余光 被人看金于表演 怎样教书 有一天 就有一个导演上来 就认识我的 跟我寒圈了几句 他就在那儿 叫苦连天 就说他负责的Project 到现在都烂了 没有人跟 找负责人也找不到 我也是跟他吹嘴 吹完嘴之后 那当然就走了 对不对 在午餐的时候 就下去吃饭 我和同事自己 同事吃饭 就很巧合 在我背部 就有一围桌 那时候在观塘大排档 那里 就是茶餐厅大排档 有一台导演 坐在那里 那些导演 在吹嘴 在那里说 在那里说 这个导演 他们就说 喂 那个Project 十封信 这个Project 看到那个导演 当然是掉头走 他打给我 当然是不听 哪个听 哪个糟糕 不听找不到 就不用做 大致上的沟通 就是这样 那我也是 因为他们都说得很大声 那我们在隔壁 听完之后 我们都在那里说 这些真是很好的员工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没错 那这些是 DFord的公务员心态 那这个就是 大前提 我知道的事 过了一天半天之后 那那个导演就打拿 找那个Cine Lecture 找不到 就找我 那他自己的导演 就找回 学校管理层 然后就说 不知怎样 溝通完之后 就出了这个表 那这个表 就是我刚才画的 那 我无端端 就上了拆船 无端端 就变成我要跟 这个Project 十封信的 开幕动画 那么就 到那个动画 由 到我接手 由 接手 到完成 其实 大概只有一个星期 就是我由零开始 要跟这个Project 其他人跟了一年 都没什么发生 那我就要 一个星期 要搞了它 那不要忘记 那我还是一个 Ditching Associate 我有大量的 课要上 要教书 那就 好 那不 不讲太多其他东西 先看一看 一条片 那我真的上网找回 这条片 那我就 play一次 给大家看 不如我们一起 看看今集 那我就 关小声 那其实这条片 就不要太大期望 那绝对 不是做得太好的 那条片 不过 就是想说回 由我接手 到有些学生 完全不懂3D 接下来 接下来 跟导演 跟导演 沟通 背部的Footage 要找片 要collect 接下来 教学生做3D模型 穿骨 做动作 接下来 那个导演 也有要求 他就说 不想这样 卡通 又要表达感情 然后 互相 两个手 互相 互相 实施紧扣 然后就完成了这一条 大约30秒的opening 那 做这条片的时候 其实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 学校高层 那我就做 那 尽量坐在那 office hour 那我就 跟随要跟随的东西 那就是很简单的 那 可能就是这条片 就令到 仲下禍根 那为什么呢 后来我才想回 咦 会不会我 就是 无端端被人摆上桌子呢 第一 喂 一个 senior lecturer 啊 这个 senior lecturer 我们有个代号的 就叫做 杨光先生 这个杨光先生 也很出名的 在观塘ivy里面 这个杨光先生 就是跟这条片 做了一年都 一事无成的 senior lecturer 这个杨光先生 当时是 Film & TV 一个 senior lecturer 来的 他也很 很厉害的 因为 任何时候 一出场的时候 他都会摆官威 然后 任何东西都会 跟人说 你有什么 你找我吧 我是工会主席 我和VDC高层 每个人都搭肩膀 有什么 有什么事 跟我说 我就会帮你解决 他 永远 任何时候 开场白 都是这些 就是 这些叫做什么 耀武扬威 或者叫做 这样的说话 通常 说完之后 当然没有 下文地 就消失了 这个杨光先生 那 可能 因为 我这么短时间 一个星期 就能够finish 了一个project 就跟上学生FIP 那学生当然 也有很多 很好的feedback 那结果 就是一个 compare的时候 哦 惨了 就是一个ta 仔做得这么好 一个sl 做得这么坏 那就是这个 和根就可能 中落了 那这条片 完成了之后 那 又 我另外做一条片 那 同时间 就有另外一条片 又是阿沙我 另外一个project 就叫做 过渡青春 那他要有 拍摄 和有动画 那 那 这条片 又没有什么特别发生 因为只是很 简单的一个shot 那我们都可以 又看一看 当时做了些什么 那当时 那边的导演 就 给了一些footage 那就是一个女仔 今天我都不知道 女仔叫什么名 那是 有个shot 就说要加一只蜜蜂 那我就要大学生 做一只蜜蜂 晓菲 然后 做完compositing 之后 就交回这个shot 给那时候的导演 那就有几个shot 那做完之后 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发生 那 再去到下一个project 呢 就很精彩了 那 有 另外一个project 呢 叫做什么名 那我也不太记得了 那我就 为免被人说我生安白造 那我就 刚才都找了一些很旧的email 出来 那 看看什么叫办公室政治 好 我们今天的 最重要的一堆email 就会订出来了 好 这些是2006年 10月的email 那 当时有一个project 就是 叫做 Science Museum 那 那 就会有这样的project 就 assign了我去做 那 这个project 又是这个阳光先生去跟 那这个阳光先生呢 那这个阳光先生呢 这次就摆明 就要 呃 就是 玩謝我 那 看看email 前文是什么呢 那前文就是 因为我在 学校的形象都很鲜明 那 那 因为全学校的 老师 同辈也好 跟着 cene lecturer 或者department head 也好 院长也好 都知道有Navin 这个人存在 而Navin 这个人呢 是做了production 是很厉害的 全院校最厉害的 animation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 有这样的project 都会 叫我帮忙 那 有一个project 就是由这个 楊光先生 就 搞起的 他就说 会有几个月 就让我去跟 那 结果呢 就 完全没有了 声气 那这个楊光先生呢 在所有schedule email上面 都说 我会跟 但是呢 所有 背后的东西 我都收不到 所以呢 去到 臨死的时候 我就 问了很多次 都没有反应 那我就 發出一个世界post 那 email办公室 政治最过瘾的地方 就是 你發出的时候 它有 to 和cc 和bcc to 就是 發出一个人 cc 就是一个 副件 给你的head 或者相关的人等 或者bcc 一个秘密的副本 就当然是 送给大老闆 基本上 出这些地球post 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说的 email 开拖的 一个 记录 公务员看 最重要的就是 有 白纸黑纸 留底 因为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证据来的 大家看我的email 就不要 我的英文 打得好不好 我都 都说了 我英文很差 我动画叻 不过英文很差 大家不要用我的英文 好 看看 这个email 是我写给杨刚先生 D 杨刚先生 到目前为止 deadline 就是11月6日 现在这个email 是10月19日 10月19日 但是 deadline是11月6日 就是说 只剩下两个星期 就是deadline 但是 我到现在为止 我收不到 character design 我收不到 script 内容 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两个学生 会帮忙做这个project 我们要做这个project 就是一个10秒的动画 会在8部电视机 会播出来 就是说 会场 这个show 有一条通道 会进去会场 这个通道里面 左边有4部电视机 右边有4部电视机 有两个video 拍在一起 就会播出这些影像 只剩下两个星期 我到现在 就都不知道 怎样去做 因为都没有东西 给到我 那 就发出了一个email 给这个阳光先生 那 看看他如何reply 接着下一个email 就收到阳光先生的reply 接着呢 他不是 给我 而是铲我 那铲我什么呢 就是 DNR win 我 我们知道 那个schedule是很紧密 但是呢 这个project 就是 那个 project的负责人 和我们 还在 negotiate 就是 还在沟通 那我们呢 还没有 final approved 喂 两个礼拜后就deadline 我是製作 要做动画 你两个礼拜 我都觉得 神经病 你现在是说 两个礼拜之后 deadline 到现在都没有定案 这些仆街 怎样做 一个management 一塌糊涂 不知所谓 那他就说 喂 你最好 就work at a team rather than just art to have your pardon 喂 我是一粒小螺丝 我的责任就是 告诉你 我要些什么 我要多久做 还有 我要了才可以做 那你现在就惨我 叫我 大家 teamwork 不要只顾着自己 那去到尾呢 就说 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 不舒服 你就 voice is out 如果不是 就坐定定 不要吵 喂 这一句 这个email 就拿着了我 那你现在 两个礼拜后 deadline 你就叫我 有问题 就出声 我就出了声 出了声 你就惨我 然后就叫我 要teamwork 不要只顾着自己 那份 那我当然是 开拖 大佬 这个project 难尾 哪个受呢 那当然是做 那个奶 如果我不将这件事 图面 说出来 喂 我背后已经问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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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完全没有feedback 没有回应 这个仆街太阳先生 他就在那里说 那 他就在那里说 就是 还要公开email 地说 我是负责involve 这一部分的 好 那再看下一个email 接着呢 我就回覆他 喂 D太阳先生 我就等你 我就等你的feedback 好 之后下个email 是做些什么呢 那这个太阳先生呢 就私底下跟我说 他说 喂 不是他不跟 而是系主任 现在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了 又在那里把整个锅 射给系主任 于是乎 那我就当然是 那我就 送个email 给系主任 那就 跟他说 那我说 D系主任 喂 杨刚先生 他就说 本来 你就很support 的 beginning 你很support 那突然之间 你现在就 not support now 那 就是直接说 件事给系主任 听 因为你现在 摆明就是 时间一路一路过 那 那你就 你又不管 那个project 停了在那里 全世界都知道是我 在做的 第一 影响我的brand 第二 你摆明就是玩我 所以 这个email 订完给系主任之后 就看看有什么回复 那 之后 这个email 就是系主任回复我的 他就 多谢我跟他说 他就提出很多建议给我的 那 譬如 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 怎样去解决问题 或者 我 我不教书 跟着 就专心做这个project 如此类推 有一些建议给我的 那 跟着呢 他就说 他会尽快 开会 跟着 跟我们去谈 那些东西 那 系主任看完之后 那他当然是火滚了 因为放他上台了 最重要的是 就是把 一些 豺狼和老虎 放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就静观其变 看看 那些豺狼和老虎 怎样打 那 再下个email 就是 说了 那 他就传个email 给我 那 他 他 跟我们说 他会 都是一些不同的建议 譬如他说 会借电脑 或者有什么budget 那他说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那OK 最重要的是 叫我们去继续跟 就OK 那这把email 订了出来之后 其实 你要知道 办公室政治的玩法 就是有tool 有cc 有bcc 那我的 背份 是一个ta 那我只会 cc 和bcc 可能会 给同背 或者高一到两个 rank的人 是不是 那但是 系主任 订出来的email 系主任 都会玩版 那他也会 cc和bcc 那系主任 再bcc 就会去到 再高一个rank的人 那到现在 就是big boss 那个院长 就出场了 那他就 回复我们 那他就 那个院长 就回复系主任 他就说 是啊 我们要解决问题 那我们会support 就是说 这个火头 就由 我这个ta 就烧上去 烧到去 Lectular 那个rank 全部都知道 再烧上去 Senor Lectular 知道 再烧到上去 Department Head 那个rank 都知道 再烧到上去 院长 那个rank 都知道 那就是说 这个火头 就烧到去 最顶层 證明 通了天 那 再下一个email 就看下 怎样了 我说 Dia是主任 我现在就要 八部电脑 那 就 因为我只剩一个星期 那我就要八部电脑 那我就剩下 10月27日到 11月3日 剩下大约 六七日的时间 一个星期的时间 去做制作 另外呢 我要星期六 星期日 两天 full time 在学校里面 做rendering 那这个要求 其实在一个办公室 在Ivy 这些官僚的地方 已经是很破格的了 第一 学校星期六日 是不会开放的 因为有很多问题 如果正正常常 你叫他们借房 就有一万个理由 说不行的 保险问题啊 员工问题啊 安全问题啊 接着有什么有什么 全部都say no 我这个要求 其实是多过分 或者是多难 去做到的 不过 你想想 我一个星期 我不用回星期六 去做rendering 我怎样可以做到 一条十几秒的 动画 还要是rendering 去八个电视机 那里去播呢 那 在下一个email 就是主任回覆我 那他就直接写了 他说 杨刚先生 和Navin 现在的进度如何 我们之后 开会谈一谈 谈 杨刚先生 去到这个位置 已经消失了 因为我的火头 已经烧到很大 那 杨刚先生 消失了之后 我就再问 麻烦你给我一些图 尽快 因为 对上的email 看看对上的email 先 对上的email 其实这里好玩的 系主任就出手了 他就说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如果全片做动画的时候 就全入了我 那所以呢 我再看回再对上的email 那 有个email 系主任他就建议 杨光先生就要 take up 少少 duty 那我突然之间太多东西了 我找不到就算了 那 那 系主任就说 叫杨光先生 他就要拍一些东西 让我去用的 那 所以呢 我就传个email 给杨光先生 那我就说 喂 你快点给我一些照片 因为系主任叫你去拍的 拍完之后 我要放在影片那里 跟着交的 那结果 那个杨光先生当然是 私人了奶 上面压到来 要他负责少少少东西 那 要他拍一条片 是 给四部电视机一起播的 那结果 拍出来的东西当然是 一塌糊涂啦 乱七八糟啦 拍不到啦 是不是 那看一下 那个 完成品是什么样啦 那 丢剁了 就是 板安心政治的时候 就玩了一两个礼拜 那 火头 完了 那就看一下 做制作是怎么做 那去到后来这一条片 当然 不是说太好 太理想 因为只有短短一个礼拜 完成的一条片 那 这里上面 是 左边的四部电视机 拍完的 一个video wall 下面 就是右边的四部电视机 拍完的video wall 那我们就play一次啦 喂 起身啦 今天好大风啊 外面阳光普照 喂 那你想要什么温度呢 喂 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想吃什么早餐呢 那心情不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你今天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创新歌记者 你今天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创新歌记者 但是短短一个礼拜里面 基本上已经尽了力了 你知道 学校的电脑 因为很多很多房都 有学生在用 那 我一个人两个手 其实做的事情 就有限度了 那还要带学生 其实带学生 比自己做就更大事 因为学生做完之后 你要教他做一次 他做完之后 你发觉有问题 你要修改一次 然后呢 如此类推 基本上回来回去 其实 比自己做更加辛苦的 但是 那些 project 的原意 就是要教学生 那都要go through 这个过程 那阳光先生 他就拍了些水 那这个 我也不知道谁拍的了 总之呢 我们本来的request 是一个 四部电视机 那起码要4K 你不能给我 很low res的东西 那结果这条片 回到来 根本上年 1920 1080 都不到 那就是很 很松玉蒙的 那结果我们都 出不了四部电视机 那你看到那些水 是松玉蒙的 是起了 noise 那我们结果都是 要把它斩散 那八部电视机 就分开八格去出 那这个已经是 拜不了 是不是 你叫我做 就什么都要做 你们自己去做 就一塌糊涂 那阳光先生 就拍了些照 就拍了些食物照 那他负责就拍了些照 给我 那这些照 其实就 我不知道他拍的 还是上网找的 我都不知道 那总之 交了货 就算了 那这个就是 一个叫做 Innovation Flexible的 一条短片 那今天的分享 是这样 下一集继续分享 马sir vs hkdi 恩怨情愁 快点click下面条链 报名出席 我们的免费收身 讲了 商业漫画、策画及动画 文憑课程 已经获得政府之力架构认证 是 那是 那是 那是